一所动物园马上就要开始了 为了因应可能的庞大人潮 市府各局处加紧脚步 希望让民众尽兴而归 由于田径场周边停车的位数不多 因此市府安排多条路线的接驳车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或是直接从火车站走路过来 都可以避过拥塞的人潮 备了五条接驳路线 然后让外县市的民众 以及在地的民众都可以就近的达成 那第一条线是马来雄县 它是在树林头 那第二条线是老虎线 是在停时停车场 也就是宇德街附近 那另外我们还有长颈路线 是从士博停车场过来 第四条路线是老虎线 那这个老虎线呢 是在从内虎国小过来 那梅花路线是从后站过来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 四条线老虎线是一小时一班车 其他的四条路线都是 15分钟一班车 那希望民众呢 在4月2号 3号 4号 5号 以及9号 10号这六天假日 多多利用接驳车 那营运时间呢 是从早上的9点半 到下午的5点半擅长 把人接完 新竹市长林志坚左看看右看看 仔细的听取各局处的工作报告 一所动物园是新竹市儿童节的大事 市长希望能够让民众宾至如归 包括围安 交通 环境 消防等细节 都要仔细做好 那我们这个活动内容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非常的丰富 而且具有这个教育的意义 我们分成三个主题 包括了巨大动物区 园区内有许多巨大的这个动物的玩偶 尤其是我们的红毛猩猩 17公尺这么高 相当于六层楼这么高大 那非常非常的壮观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会在每一天的时间里面 安排这个一所动物剧场的活动演出 那活动的内容也非常的精彩 具有教育意义 那透过与手预言故事 让孩子们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为了让民众有惊喜感 包括田径场的里里外外 都安排了许多精心布置的小地方 例如地上的大脚丫 只要跟着走 就会走到一所动物园 或是车上的动物娃娃 明天的开幕 是否希望让民众感受到浓浓的欢乐气氛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